比特币后市如何呢? 狗狗币怎么暴跌了?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随我看下去 BuyBan是我换过非常好用的交易所 无论从挂单深度、顺滑体验、交易界面都不可挑剔 现在最高可以享有3030美金的交易证金 BitGAT入金100美金 KYC就会返还100美金的交易证金 BitGATX科比托交易大赛 现在可以共同瓜分15000美金的比赛奖词 非常优惠 欢迎大家点击下方链接报名 好,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狗狗币的情况吧 因为现在真的大家都在讨论了 那其实狗狗币这波上涨是为什么呢? 这波上涨其实也是因为 马斯克他把Twitter的logo换成是狗狗币的头像 那后来 就在最近 马斯克他又把Twitter的头像又换回原本蓝色的鸟了 那其实这个情况我们在之前的影片当中呢 就有为各位讲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之前所录制的影片 两天前这个就是我的影片 那有6000多个人有看过 6000多个人看过 我们来看一下我当时在影片当中就有提醒到各位 他很有可能只是暂时的 对吧? 但他很有可能只是暂时的 其实为什么我要上字幕呢? 上字幕有很大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毕竟台湾有时候 台湾枪有时候会把字弧在一起 那还有第二个功用就是他可以证明我讲过什么 但他很有可能只是暂时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在讲狗狗币那部影片的4分10秒的时候我就有讲过 他真的就有可能只是暂时的 因为伊隆马斯克他之前就做过这种事情 像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们Twitter的右上角是狗狗币的图案 那不过现在呢 现在又换回蓝色的鸟了 他的logo还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狗狗币就硬生下跌 那我们在当时其实有讲到 他真的就有可能只是暂时的 而且呢 我手上也不持有狗狗币的现货 当然也没有去做他的合约 所以当时我们就有提醒到各位 这个其实我认为是可以预料到的情况 他是可以避免的风险 我们就必须把它给规避掉 那也非常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OK 因为我们当时是有讲过这种情形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吧 比特币呢 我认为现在它出现了一个分形 一个 你可以看一下哦 在这里 分形的英文好像叫做 Fraction吧 还是Fractal 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样子 我认为这个是挺 还蛮清晰的 就是呢 我们前面啊 爆拉了一波对不对 然后在中间有一定的停留 停留过后再往上拉一小波 那往上拉完之后呢 它开始震荡箱体 震荡箱体之后 然后选择往下跌破 来踩一下我们前面的支撑 然后再往上冲 那你可以看我们现在 它走出了什么情况呢 其实我们现在啊 就是哦 也跟前面一样 往上拉了一波之后呢 中间做了小停留 做了小停留过后再往上冲 然后走成一个箱体 对不对 跟前面的走势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开始收斂慢慢收窄之后呢 哎我们接下会不会来踩个支撑在向上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走势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分形 因为我们在之前呢 其实有出现过分形的时候 它真的就会按照一样的走出来走 不过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 如果说跌破27000的话 它来跌破27000的支撑 那我认为这个剧本呢 就是非常非常可能的一种走法 不过我们在大周期上呢 还是多头走势无遗 这个是很确认的 但是呢 我们确实现在有一个小回调的风险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比较小周期吧 我们现在看一下8小时 那其实在8小时上啊 我们的MACD 它已经产生了背离的情形 你可以发现 这个我们前面有说到 那其实我们在更前面 出现背离的时候 当然这个也是个双重背离 双重背离 它是经过了水下金叉 那水下金叉 它其实是有一波下跌 做修正之后呢 然后才继续往上进攻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当前的情形 当前的情形是 背离已经形成了 但是它还没有修复完全 它还没有走一个水下金叉 那要走一个修复呢 其实我们就两种走法嘛 这两种走法 就是第一种 这是比较好的哦 比较好的就是 我们直接走震荡 继续的震荡 之后呢 回调完过后 水下金叉了 我们再向上 那走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比较差的 就是 我们直接来一个往下的回调 往下的回调过后 这肯定会走水下金叉咯 然后再向上 那情况一的话 也就是走震荡 我们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那如果走情况二 我们走回调 再上 这个会花比较短的时间 但是回调的幅度会比较深 不可能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嘛 但是我们这个背离呢 是必须得修复的 不然我们再往上进攻 它打不出一波好的趋势 那我们再看四小时 其实四小时它也有一样的情况 只不过呢 四小时它是修复了 它已经修复了 我们前面有背离 然后修复 然后再一个背离 然后再修复 那其实现在 四小时是没问题的 不过我认为八小时的背离呢 它必须得把它给消除一下 其实我们盘面 会随着时间的运行而有变化 像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 在这里 差不多在这个位置 然后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观点都是 多单可以停掉 就是我现在至少不持有衍生品的多单 现货有 那这个时候我注意的比较是风险 但是也经过了好一段时间 我们这段时间也有个21天 我们来量量看 对 21天半 21天半 但其实这一波 时间量能的堆积呢 是足以改变这个盘面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我们的 有出现一个箱体 然后时间有了 量能有了 筹码堆积有了 那么当我们一旦 突破这个箱体的时候 不管往上往下 不管往上往下 它都会有一波不错的趋势 就是我们应该追的趋势 只要这个箱体 它确定被突破的话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各位 我是一定会追的 一定会往那个方向去追 当然 即使是往下 即使是往下 就比如说 它现在要往下 那它最后呢 回挑过后 它还是必须得向上 因为其实 我们从浪行来判断 周线日线 这一波浪 往上走的浪 它都没有结束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那我们最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 其实现在它在走收链 它又开始走收链 那这个收链 其实判断的方式 跟我们前面一样 如果说 往上往下 我们都可以都可以注意 不过呢 有一种情况 是更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它慢慢就这样磨 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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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然后磨到最后 诶 它还是带震荡 那么 它最终突破的方向呢 就不是真正的方向 这种就不值得我们去追 要追的就是 突然来一根爆量的 不管往上往下都好 这种 可以考虑 但是如果说慢慢磨 往平的方向去 磨过去 那突破的方向 就不是真正的方向 所以这点 大家可以再注意一下 好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 点赞 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